说说 秦朗 这次阿什勒布大军来犯 气势汹汹 若我调兵守住城外西北角 东北角 和整个城防形成护卫积较 你看如何 主公用兵如神 这次阿什勒布 必败 虽然我们说州 一手难攻 可若没有代州与病州的援兵 前来一起巩固整个边坊 恐怕与大局 我也是无能为力啊 此时 大事不好 说 夫人和原娘子在前往寺庙祈福的路上 遇上了山贼 什么 我们在车道上发现受损的马车 和车夫的尸首 起来 那夫人和原娘现在何处 没找到 没找到 那帮山贼 都这个时候了 传我将练 被其人骂 跟我一起上山交匪 一定要救回夫人和原娘 是 夫君 夫人 夫人 你无事吧 我跟原娘无事 多亏了两位小郎君 我们母女才能幸免于难 两位小郎君 我跟原娘怎么过 这是 今次 公子 从真 她 父亲 他 你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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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我 我要多谢二位少侠出手相助 任后定当竭力相报 在下是四郎 此为臂弟阿窦 因为事出紧急 只能够匡骗夫人随我出逃 匡骗 既然如此 还请二位少侠屋里一叙 在下与弟弟阿窦 从陨西一路流落至此 我们二人偶然在一处林间小县 弟弟因为过于劳累便睡下了 就在我准备喊他起来赶路之时 听到有几名山贼在附近 窃窃商议 阿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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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来了该走了 来 来 有人 我今确定探听到 公孙和的女儿病了 她那婆娘 一定会经过此地上山拜佛 咱们一定要狠狠地抢她一片 公孙那老东西 把咱的后路都给断了 赶得咱无处其身 不杀她婆娘 已经算老子仁慈一尽了 走 准备准备 那少侠是如何救得我夫人和袁儿的呢 其实我与弟弟阿窦也是左思右想 既不能与山贼起正面冲突 又无法及时禀报给此事 于是 于是 只能匡骗 来 来了 好 可以了 走 走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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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安静 让开 站起来 有 你起到庙门口等我 我与这两位少年一起走到寺庙 夫人 这 城里的医师都看了个遍 可是原娘的咳嗽 还是不见好准 我此行就是去求菩萨保佑 这位小蓝君说得极是 要一步一步走向寺庙 才更显虔 你去吧 是 夫人 是 来 夫人 不如让我抱这小娘子吧 这怎么好麻烦小蓝君呢 没事 我有劲 来 来 走 我们一起走啊 谢夫人 我能诓骗夫人下车的理由 只有原娘 因为 在这天底下 没有一个母亲不会为了孩子 做出牺牲 恩公的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夫人言重了 因为十四郎的母亲 也和夫人一样 会为了十四郎 不顾一切 的确 若恩公换一个理由 我不一定会下车 只是没想到 竟害了车夫的性命 是我对不起车夫 车夫遇害 其实 也是十四郎没有想到的 官爷只能怪那些山贼 心狠手狼 没关系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秦郎 吩咐下去 一定要厚葬车夫 以及以后 照看好他的家人 是 是 少侠 果然是英雄少年 只是这一切 真的只是一个巧合吗 此事 我与弟弟从小相依为美 无父无母 几经生死 是 只会有最大仙 有的 羊就是 communities 它为了 你 对 是 再说 十四郎确实是有私心 但是我的私心 是想要追随济世民主 你以为 你们救了我夫人和我的袁儿 我就会把你们留在我的身边了吗 此事 十四郎的父亲 乃是前随祥将李氏 一生碌碌无味 临终之前 嘱咐十四郎 一定要去边境薄荷宫敏 况且 救下夫人和袁儿 不单单只是巧合 难道 这不正是我跟刺史的机缘吗 好一个伶牙丽职的少年郎 两位恩公先起来吧 夫君 十四郎既是随将之后 又救我与袁儿性命 多少与公孙家有些渊源 两位少年既无家可归 不如 多谢夫人收留 既然你们俩是夫人和袁儿的救命恩人 我又怎能行驱逐之事 既然你们愿意留下 那就 先把你们安排在后院相访 以后的事情 咱们以后再议 多谢四十 好久没睡过这么舒服的床啊 师父 咱这就成了 公孙恒疼爱妻女 自然是会款待我们 但如果想要取得公孙恒的信任 可不是一件意识 那她为何还把我们留在府上 这全是仗着夫人的面子 这么说 她对我们还是有怀疑 至少她不信任 这人心之间 岂止隔着一层肚皮 她不会不知 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